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印尼苏门达拉岛西纳蓬火山Mont Sennabon 昨日在当地时间下午30.36分 台湾时间昨天下午40.36分 喷发持续约8分多 中大量火山灰飘落影响附近4公里内的村庄 索性未造成任何民众人员伤亡 综合外媒报道 西纳蓬火山喷发持续约500秒 喷出的大量黑色火山灰覆盖附近村庄 影响邻近处的村庄 多达数千名居民受到影响 一度发出警戒等级最高的第四级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指出 此次火山喷发未造成任何民众伤亡 也因当地火山活动频繁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苏托波 Sutapol Paral New Grotto 昨日表示没有多少居民会因火山爆发恐慌 因为他们已见怪不怪